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 見25,000點的問號 今天市場租高了 低開後,全日反覆在低位浮沉 曾經穿過26,000點 幸好後來收價少少跌幅 全日跌328點,收26,062點 成交不多 719億,今日市跌得比較全面 其中跌得比較多是科技股 包括瑞昇設備相關,跌3.7% 新經濟股份,例如阿里巴巴、騰訊 都要回軟 加上重磅股,例如友邦 都有1.7%跌幅 拖累市,今日跌到26,000點邊收市 整個市形勢 昨日節目提到決戰在明天 點題幾個字 提到重要支持位,26,300點 與一村投行 今天穿了內,而且昨日節目提到 兩個位置 所謂失而復得 好像形勢不錯 兩個位置是甚麼位置呢 第一條綠色線 這條上升軌 昨日失而復得 這是紅色戰爪指著的前浪底支持 昨日也是失而復得 好像顯示昨日的V型反彈 好像有點惹 可惜今天已經穿回26,300 昨日節目提到的重要支持 以至這兩個重要支持位 今天再穿回 整個形勢有點危 單體技術走勢來講 加上基本面 特別消息方面 都是繼續偏向淡方面 一方面,首先說經濟方面 昨日節目提到 美國出現的製業數據 表現很高 已經令大家對美國經濟 又開始擔心 現在市場又吹 美國可能又要減息 之前吹說12月一定不會減 說說說可能會減 顧之言 更加糟糕就是香港經濟的表現 就是今天又出新的數據 就是11月份的PMI採用經理指數 真慘了 接到38.5 其實10月份已經很醜 10月份是報39.3 成立分界線30多 已經很醜 現在11月更加醜 更加醜是沙士以來 至2003年以來 是最差的表現 現在根據這個數字推斷 經濟學家就說 如果12月份經濟出現不了 大家都不敢盼望的復甦 大家覺得12月都是繼續差 至於12月份不能復甦 估計今年第四季的GDP經濟增長 會跌5% 聽起來腳都圓埋 經濟方面的數字極差 與此更加令大家憂心 政治形勢特別令大家憂慮 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 中美貿易談判 先看看道指 道指 之前一棍已經大跌 跌穿上升軌 昨天再來一棍 280點 其實早段跌至200點開外 為何美股這麼淒涼 跌得 原因是和中美貿易談判 進一步惡化有關 昨天節目提到 形勢已經向悲觀方面發展 昨天出來的最新言論 主要是特朗普 都是繼續向不好方面推進 特朗普昨天說了些甚麼 都令好友十分洩氣 他說中美貿易談判的簽署 留待到明年11月 總統大選之後簽都可以 第一是這麼說 第二是說到 要簽的話 一定是好的協議才肯簽 好協議是甚麼呢 對美國有利才好簽 他不會簽公平的協議 因為公平的協議 對美國來說不是好的協議 之前中國一直跟他爭取 一個公平的協議 公平協議不會簽的 這令大家比較擔心 所以一出 馬上導致大幅下跌 而且他加多一兩句 第一 他不會看美股表現 之前市場人士一直認為 他很害怕美股跌 所以美國一跌就會鬆動 立場沒有那麼強硬 現在是說我不看美股表現 反而會看甚麼呢 就是看美國的就業情況 失業率仍為之低位 非農業政州長OK的話 他就不害怕 大意是這樣 這個說法令市場非常憂慮 加上整個形勢 突然間轉出強硬 無論對中國 以至對北韓 以至對法國 近來的態度轉出強硬 正正是他的所謂通烏門事件 彈劾報告就發表了 三百月這麼多 不斷把他 又說他妨礙調查 總之整個形勢 在國內政治形勢 比較糟糕 大家很擔心 是不是外交是內政延續 透過外交 勒慶這對手 或者勒慶其他國家 令人民的視線轉到國外 不留在國內 不針對通烏門事件 會不會這樣 如果不斷就大件事 所以對政治 即中美角力特別 是非常憂慮 這個已經令美股大跌 加上美國國會 最重要方面通過了 維吾爾人的人權政策條例 推出後 大家更加擔心 因為之前美國的國會通過了 特朗普簽署了香港人權 越民之法案 大家已經覺得中美關係越趨緊張 中國也做了少許反制 現在再加上新疆 大家擔心中國的反制更加強烈 其實市場傳言 我昨天節目提及過 會推出實體清單 制裁美國的相關企業 總而形勢令大家比較憂慮 所以見到了 這就是美國十年級國債知識的表現 最新的1.7 1.7已經跌穿了頭肩頂頸線 這個這個這個 顯示市場避險情緒升溫 所以全是美國債捐 加上在中美貿易談判或中美角力升級的情況下 人民幣的走勢進一步回軟 看到7.07 昨天已經說的表現很高 人民幣又再升更多 今天再來一棍 整個形勢是比較惡劣 所以這情況下 點題幾個字 會否見到25,000點一個問號 看來這情況 無論是技術面 昨天剛才提及了 轉差 加上消息面都是惡劣 所以這情況下 恆新指數進一步下走的可能性非常大 起碼要試試這個 啡色墊櫃子主 前浪底的支持 在25,500點左右 準確點 25,521 如果失手賣 可能25,000點再見 在紫色墊櫃的前浪底支持 初步看著25,500點 因為實在政治 以至中美貿易談判 加上技術走勢都不英俊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